号称华尔街女神的投资达人陈姓女子 为了帮母亲抢夺家产 竟然是伙同共犯拿铁锤击杀姑姑 而在鸡押期间 她的母亲把责任一肩扛了起来 女儿却是撇轻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台北地院在今天宣判 判陈姓女子跟母亲有期徒刑八年 共犯阳性男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全案还可上诉 是为了争产吗 去年11月召开鸡押亭 走下球车紫色衣服的 就是自称华尔街女神 投资达人陈姓女子 联手母亲谋杀姑姑 台北地院四日宣判母女两人 各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共犯阳性男子遭判有情徒刑三年六个月 好 起来 起来 豪宅楼梯间联手用铁锤攻击姑姑 但这不是第一次下手 整请谋杀案导火线 来自陈姓女子母亲 寄予姑姑家产 2022年6-7月间 陈姓女子母亲骗走姑姑身份证 茂名提款被发现 要求写下切结书 就此买杀机 到了2022年8月 母女伙同另外三人闯进姑姑家 捆绑姑姑和她男友 逼签房让渡契约 虽然申请保护令 但母女变本加厉 2023年8月 两人花200万买凶 指使小弟开车撞人 失败后还强压姑姑进屋 打算营造浴室摔死假象 2023年9月底 又是同伙人在姑姑家埋伏 陈姓女子把风 其他人拿铁锤攻击 惊动邻居报警才死地逃生 非要抢到家产除了一个贪字 还因为号称华尔街女神的 陈姓女子开公司 非法吸金2000多万 学员惨陪怒告 债务压的她喘不过气 才和母亲联手谋财害命 犯后母亲一肩扛责 陈姓女子和共犯 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甚至收押期间 母亲还抄写佛经悔过 就算如此 未夺家产手段凶残 禁止母女犯下谋杀 该付的代价一分都不能少 记者梁子月杨文豪台北 才能报道